关爱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我们对于老年人营养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而目前老年人最容易出现的健康问题就是缺钙 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决定了他们钙质流失加快 钙吸收能力下降导致钙的需要量相对增加 而钙实际涉住不足 老年人的钙需要量要高于普通成年人 在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因为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接近40% 其中女性的发病率更高约为49% 男性稍低约为23% 那么老年人需要的钙含量 是否跟一般成年人不一样呢 一般成人钙的推荐摄入量是每天800毫克 而老年人的钙需要量要高于此标准 根据中国军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建议 50岁级以上人群 每日钙的推荐摄入量为1000毫克 但是不宜超过2000毫克 饮食摄入是最经济合理的补钙方法 老年人补钙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饮食摄入 二是服用钙剂 而事实上通过平衡膳食摄取适量的钙 是最经济安全合理的补钙方法 日常生活当中富含钙的食物包括这几类 一牛奶及奶制品 一杯牛奶加酸奶可以满足每天一半的钙需求 牛奶是人体钙的最佳来源 而且钙磷比例适当 利于钙的吸收 牛奶应该作为日常补钙的主要食品 其他奶类的制品 比如说酸奶奶酪也是良好的钙来源 奶酪的钙含量达到100克799毫克 牛奶的钙含量为100克107毫克 牛奶含钙量普遍可以达到每100毫升100毫克 每天喝一杯牛奶250毫升 加上一杯酸奶125毫升 基本上就满足了近一半的钙需求 二豆类及其制品 发酵之后营养更丰富 大豆是高蛋白食物 含钙量也很高 特别是发酵之后的豆制品营养更丰富 老年人不妨多吃一些 三鱼虾背等海鲜类属于高钙食物 虾皮鱼海带可以连古代可吃的小鱼小虾 也是高钙害产品 比如和虾的钙含量达到每100克325毫克 四绿叶蔬菜是钙的中等来源 我们常见的许多绿叶菜就可以做到日常补钙的功能 比如小白菜油菜茴香香菜芹菜雪里红等等 都是不可忽视的补钙蔬菜 其中油菜的钙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148毫克 算是绿叶蔬菜当中钙含量比较高的 服用钙剂产品可以作为饮食的补充 当从正常的膳食当中难以获得足够的钙时 应当要补充适量的钙质剂 一 有机钙对肠背的刺激性较小 适合老年人 根据溶解度我们常常分为有机钙和无机钙 其中有机钙比如说葡萄糖酸钙、乳酸钙、柠檬酸钙、醋酸钙、果糖酸钙等 这些浓度较高溶解的过程当中不需要胃酸的参与 对肠背的刺激性比较小 无机钙包括碳酸钙、磷酸钙、氯化钙等 溶解度比较低 对肠背的刺激性会比较大 所以消化不良的老年人等 可以优先选择有机酸钙产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患有糖尿病 则不建议选择葡萄糖酸钙 可以选择柠檬酸钙 二、最好餐后服用 前后不喝浓茶、不吃生蔬菜、不喝酒 最好在餐后服用钙片 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消化道的影响 不容易发生胃不舒服或者便秘等问题 服用钙片前后 尽量不要喝浓茶、不要喝酒 也不要吃生的蔬菜 这些食物里面含有让钙流失的东西 可以形成草酸钙结晶 不仅导致钙的吸收困难 还容易形成结石 三、少量多次 一次不超过500毫克 一次摄入钙含量不宜超过500毫克 补得太多利用率反而会降低 在大小上 最好选择100毫克到300毫克的钙片 每天分两三次吃 比如早上一次200毫克 晚上一次200毫克 不要一次吃太多 四、选择容易吞咽的细长小钙片等 老人可以选择容易吞咽的补钙产品 比如细小的小钙片 小粒的咀嚼片 粉状的补钙产品等 做到这五点 老年人补钙更轻松 一、加强锻炼 体育锻炼能够使钙质向骨骼当中沉积 防止发生骨质疏 体育锻炼还能够得到阳光的照射 阳光当中的紫外线 能够把皮肤中的脱轻胆固醇 变成维生素D 帮助钙的吸收利用 老年人如果做不到一些 对于骨骼有轻微刺激的运动 很难让补的钙发挥作用 散布广场我和太极拳 就是不错的锻炼方式 二、改掉不良的习惯 吸烟喝酒 生活不规律 长期疲劳或精神紧张 有内分泌病或者是肠胃病 这些因素都不利于钙的吸收利用 三、少喝咖啡减少茶水 咖啡因抗衡钙的吸收 茶叶含丹宁酸与钙反应 形成不容于水的钙炎 影响钙的吸收 四、充足的睡眠 充足的睡眠是提高身体吸收钙质速度的 有效措施 因此想要有效补钙的老年人 应该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五、同时补充维生素D 最后还要强调最重要的一点 钙需要维生素D 才能够被身体很好的吸收 由于老年人身体合成 维生素D的能力 只有年轻人的三分之一 因此在补钙的时候 补充维生素D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选择同时含有维生素D的钙剂 或者是另外补充维生素D制剂 每天400IU到600IU就可以了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